Hello,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 10月20号傍晚到5点18分 这个视频的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立湾区的宝华路 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啊 很多一些房子在装修 这些房子的话 就是广州的传统房子 就是时光大雾了 这些房子的话 很了不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过去的 人住得了这些房子的 都是一些有钱人富商 要不就是达光显贵的人 而且的话这些房子 最近啊都有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历史了 所以的话如果再不放心啊 这些房子就会摇摇欲坠了 这边也是 其实的话在整个立湾区啊 都有很多一些老房子 如果整个立湾区的房子都放心的话 那这费用啊 可以说是挺大的 如果不放心的话 现在我们走在立湾区的大街小县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一些老房子 一些充满税业的房子 但是没办法呀 要钱啊 谁不想搞得漂亮亮的 但是没有钱啊 所以的话有些街道 就会维持现状 还有可以看到这里啊 还有瓦房 看到没有 可能这些瓦房啊 就是这样子的吧 因为可以看到这些房子都不高 可能再过去的话 这个形式就是这样子的 也不是全部房子都是瓦房吧 有些是一些有着欧式建筑特色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 跟上沙子那一边的话是不一样的 上沙子那一边的老房子 看起来的话更加的美 更加的漂亮 而这边就差了一点吧 可能是在过去啊 可能在过去这两地所住的人的身份不一样吧 看都是一些瓦房 虽然是瓦房啊 但是这个形式看起来挺漂亮的 这栋就不是瓦房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栋啊 就挺美的 不过的话它也是瓦房 看到没有 它是中西结合的 门口有一块牌匾写着旧单铺 可能在过去啊 这里是一个单铺吧 不想完全把这个单吃 不许一栋瓦房 看这里又是瓦房 在山山九附近的话就很难看到瓦房 因为山山九附近 在过去的话 算是绿湾区的 比较环境的地段吧 所以的话那一段就喜欢受到当时有钱人的青睐 就在那里买地盖豪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道路啊都是比较窄的看到没有 而且的话这个道路还是当线道 跟新城区的话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里啊我都说了是老城区嘛 所以的话那个规划肯定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无论怎么说 这里的话是广州文化历史以及广州美食的大本营 前方这家就是广州一家很有名的肠粉店 看都住了很多人了 来广州这个肠粉是必吃的 现在你去武汉的话 就一定要吃这个热干面 去柳州就一定要吃这个螺丝粉一样 除了肠粉 广州的烧腊 还有广州的早茶 还有广州的包仔饭 还有广州的野菜甜品等等 都是非常极得异常的 这家又是肠粉 这家又是肠粉 不过可以看到这家就没那么热闹了 世光饭堂 这里的老字号不是很多吧 在隔壁的好像是龙津西路吧 那条路就聚集了很多一些老字号 好像在前方那里 不过粤菜先对北方来说 可能会觉得是清汤寡水 因为粤菜注重的就是食材本来的味道 它不会中辣中麻 或者是中咸中酸之类的 但是的话粤菜可以说是色鲜味俱全吧 这是一座桥吗 叫做华桂桥 我怎么看这一座桥都不像桥 更像是一个坡 先放几种可以走到广州的陈嘉池了 这里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永庆坊 这里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上下九 现在可以看到这路上 电瓶车挺多的 人也挺多的 因为临近半晚了 就加上今天是周日 所以的话很多人去出来聚餐 或者是干嘛干嘛的 好了 容易形成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大家关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观察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